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焦点视频 我的时段 社长行运密码 很久没有和大家正正经经见面 聊天 我录这一刻就是冬至12月22日2023年 但现在你正式见到我说话这一刻 恭喜发财新年进步 就是2024年的1月3日 也是元旦日之后的新年 也要和大家率领这个 很厉害的 LD门 全门 和人鞠躬 祝大家2024年 找多些 计算上一集 尹光之后 可能不少朋友 也会在那晚 跟我见面 我正在预言 好了 这一集说什么呢 这一集说回我自己的老本行 金融 那题是21000 社长你爬液水 是不是可以 我知道了 因为之前 李师傅 说行资多少多少 然后有很大的回响 那我疑了 但是 怎样说呢 我的专业 我的经验 令我够敢这样说 那你跟不跟呢 或者你去做些什么投资决定呢 真的不关我事 知道吗 我让你参考 参考了 你觉得有道理的 那你就参考一下 去试一下 如果没有的 那就忘了 就这样 为什么呢 那我 见到我的样子 这一刻 说到这里 就差不多了 我就要 完全去图了 把图出来 接着我就分析 因为我会一路 一路计算一些东西 一路这么说 那不需要看我的样子 好了 麻烦 去个图先 我们看一看 这个 立春的八字 说一说 行资 有什么关系 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喜欢 请记得给我们点赞 同时请留言支持 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焦点是一个推广知识共享的 中藝网络平台 你绝对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影片资讯栏有主播的网站 专业连结及联络方法 将可以领取网站免费公开网货 名额有限 把握机会 好了 大家看看 现在 这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 立春的一个 八字的情况 西非你了 立春 在2024年2月4日 下午4点27分 我们看看这个八字 就是甲晨年 丙人月 冒蜀日 和更新事 这个是天黑地冲的八字 很容易看 看看神蜀冲 下面的地址 神蜀冲 人蜀冲 我早就说过 就是会有大型的天灾人火 地震和交通意外 在冬至之前 甲肃已经大地震了 这类型的意外 我估计在2024年 就会比较频繁一些 大型交通意外 都会发生的 我之前在其他频道 都说过 如何催急避空 如果你们想知道 我再说一次 可以怎么做 好了 上面的天光 也是在大战中的 甲呢 就黑这个帽 黑这个日元 连光 就黑这个日元 接着呢 月光 丙火 又黑这个金金 就是这个 那整个势 就很有趣的 就是连柱 就打日柱 月柱 就打时柱 是的 连地址 也是 很特别 那看下去 就好像很糟糕 但是 每个都 说到有多差 都得多差 但是我都 再说一次 看下去 就真的 看得到的危机 就是很吓人的 但是你呢 再 看真一点 算起来 他的五行申黑 我就会发觉到 其实很多东西 都好像有转机 包括这个 暮土日元 其实是很健忘的 他的月令 是七杀 是人木 表面上是黑他的 但是其实是长生来的 下面供了火局 人蜀 那 土又坐着个蜀土 那他本身呢 又有这个神 神 就是你同性 相冲 那 那个 五行器更加 王城 所以武土 是顶得到的 是可以任到 裁官的 就是 这个八字 2024年纳春八字 是任到裁官的 而且呢 是有炳火 身旺 那 又不是很怕这个甲木 就是说真的 是的 那甲木呢 他的力量呢 只会被炳火 吸了去 接着炳火呢 又轮近个武土 又伸回去 那 那最后演变呢 那我们时处呢 就是将来嘛 在一轮的黑蚀交加里面呢 是可以删出这个金金生金 那他供了新子神 那子不知在哪里 那但是 就 根据新有蜀害子囚 那样 就下半年呢 那个 那个情况呢 就会更好一点 就是 但是关痕指什么呢 其实呢 其实呢 我们呢 就要知道呢 1997年7月1日 那个回归 香港回归八字 那呢 我没有说出来 他那个日元呢 是夹神的 是的 那 也都是 跟今年是一样的 都是夹神的 那 那 立春八字的武徒 是黑到财 所以我不觉得 恒指呢 会叉得去哪里 好了 那我们 去一下这个恒指的图 去一下恒指的图 那我们会看到呢 有三个圈圈 这个是 恒指 15年的周线图 那我现在讲一些 大家 我尽量讲得浅一点 大家听得明白的东西 那 如果从这个 线图来看呢 恒指呢 其实跌足四年了 如果在12月31日之前呢 因为我说的那一刻 还是22日 如果在12月31日之前呢 升不上19,780 其实已经是 没可能的了 那 我不信之后 每日升2000点 升不上19,780 19,780 就是恒指呢 有史以来 首次 錄得 连跌四年的表现 大时代 那由这个2019年开始跌起 19,221,223 开始跌起 其实是25格来说 不过2019 去到2020 就有个 叫做 反高潮 那 那 再回首到28,000 28,000 29,000 那些位 接着就由2020 开始跌 那 有疫症 有很多因素 令到 恒指呢 有这样的表现 那 但是我 信奉一个真理 就股市来说 哪里有钱呢 哪里又会升 你的钱走了 就不会升 那 那句话我大胆点说 你的政治意识形态说 驱逐外国势力 驱逐外国势力呢 如果我是外国势力 我给你驱逐 我选择要是走 要是不走 如果我选择走 我一定带资金走 外国势力带外国资金走 那就功德圆满 求仁得仁 所以市场就跌到现在 大家明白就明白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 我只是看成交 在2018年2019年 恒指有三万多点 两万多点的时候 两千多亿成交是限定的 156亿是正常的 现在的成交是800亿 900亿 暂中破千亿就很开心 最近我讲这个节目那一刻 即是12月22日 20月23日 12月22日 前几天政府公布了新的移民计划 三千万成本吸引内地客人 不是内地 其他客人都好 来香港移民 政府估计可以为香港带来1千2百亿的新资金 我想说 就算现在香港这个港股市代 港股这么折落也好 一天成交呢 如果像这样子也有1千2百亿 搞好股市 那就全了 你一个移民计划 都是想吸1千2百亿资金来香港的目标 那你的股市 一天都1千多亿 还要折股那时候 就是颠峰的时候 156亿行股地 2千多亿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不打黄的股市 那时候我移民 那夜摊经济是好的 那我想问 在夜摊经济 要卖多少寸鱼蛋 卖多少寸物鱼丸 还有其他东西 才有港股一天成交 一千多亿呢 九百亿呢 是吧 那大家想想 那个 就是缓急轻重 我们应该救什么呢 当然我是有点偏心 我自己是金融佬 我靠金融为身 我当然是帮金融 帮股市说话的 好了 那深一点点 那 我尝试说一些数据 给大家听一下 那正如刚才所说 如果 恒指呢 在2023年 最后的交易日 上不了19,000 那也代表恒生指数 自1971年成立以来呢 历史上呢 历史性出现了 连续跌四年 那 那 从高位计算 恒指呢 就在2018年 1月29日 的历史高位呢 就是33,484点 那 那由这个33,484呢 一路跌到去 2022年 10月31日 万圣节呢 当日的 14,597点 跌幅呢 是56% 跌了56% 可以不可以 那 如果 整个跌浪呢 就足足呢 就有六年 那 反映着市场呢 对于内地经济的形势 啊 政治取向 啊 那个意识形态啊 美国怎样 看香港呢 其实对香港股市呢 是 一定是很悲观的 那 可能会说啦 牛市呢 往往呢 都会在极悲观的 情况上产生呢 那 那我们看回这个图呢 其实白圈呢 就是33,484那位 那位呢 黄圈呢 就是这个 14,000多 那个位呢 那 那粉红圈呢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RSI指数 那现在呢 是 36 36 的 那我估计呢 其实呢 恒指呢 还有一跌的 跌到14,000 甚至乎13,000 这些位呢 那 那 在2024年呢 有机会是跌到的 13,900 到14,500 这些位呢 是最差最差的情况 那那个RSI呢 就会跌穿30了 那跌穿30呢 之后呢 就等它呢 就弹回上去了 那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呢 那 再说回 那 我会呢 看呢 就是 现在整个 我们 我自己在玩期指的 整个期货圈呢 都在赌 美国 明年上半年 开始减息 那联资局也都说了 有些 声放了出来 说 开始 就是 又减息了 所以你看到美股呢 就创新高了 那 香港呢 就 还在搞腾讯 又不给它注册 什么 搞到它剩下 260多元 我说的一刻呢 就是270多 260多 那 如果呢 美国呢 最终因为经济数据 而决定在5月 甚至3月呢 开始减息呢 由预期到落实呢 那这个 期间呢 对市场呢 会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那这个不是说 减息对经济呢 带来什么效果 而是 美金走弱呢 会 为这个亚洲市场 特别是内地 和香港股市呢 带来一个 叫做资金回流的作用 那我看过的报告呢 包括高敏锡 高盛呢 他又发了一个报告 就说呢 其实中国股票基金呢 已经是 有 有连续9个月的资金流出 那么呢 资金离开呢 是不是会 进入港股呢 那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推断 另外 其实现在 大家最关注就是 就是内地房市场 内地房产市场 是怎么样呢 那 那 中国 就是内地 出现了通缩的情况 我也是不意外的 是的 那 那 整体情况呢 其实 内地对这个 消费工业投资 那 的动力呢 有关部门 我收到 那 其实是担心的 那 虽然 未至于 通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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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跟这个衰退 还有一个距离 那 那 但是 都是 值得担心 那 主要靠呢 就是 幸好我们中国人呢 那个储蓄水平呢 都仍然 不是比较高 那可以 就顶多几年 不会像鬼佬那样 那 那现在是等运行的 首先就是 如果内地推出强力的政策去刺激消费呢 还有呢 就 指着这个内房 去陷入这个系统性的风险呢 那 那 令投资者对于那个资本市场的信心扭转回来呢 是有得玩的 那 那 加上刚才所说的美国减息呢 那 也会对那个港股呢 是有刺激作用的 那 那我有一条数据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那 那 就参考回 由2013年到2022年10年里面呢 银子的波幅呢 就7300点 或者是29.4% 当29吧 那如果用前一年的年结点数 作为基数 就是说用17000点 这个水平去计算吧 就是 现在一定是有几百点的比较能力 送给他 那 那波幅呢 就5100点 那 那 考虑回呢 恒指的点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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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换句话说 那 我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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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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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几百点很难游 最差的情况我会预计2024年的恒指有机会是跌13,800点 最好的情况之下就是14,400点是见到 接着就返回上去 就不用跌13,000 再数一下 在2022年10月跌穿15,000点 见到14,597点 10月31日 当时恒指去到这个位置就立刻彈 彈到2023年的1月去到20,000多点 当时的低位是14,000至15,000 用回上一年 怎么说 用回2021年的波幅去计算 两年的平均参数 我估计恒指2024年的高位 应该在19,100点到21,500点之间 那我自己的目标 我用下限做目标 我的目标就是18,500点到19,500点的数点 那是不是可以上回21,000呢 21,000是最理想的那样东西 那我用21,000来做这一集的头 只在吸引眼睛一下 行不行 一会儿说 你社长上不上21,000了 我正混蛋了 什么 到时骂少一点 我有事先张扬 那我自己就会留意哪些股份呢 大家听着 我会买的 我会买的 新秀丽1910 汇丰0005 先知声明 我是没有牌子的 我并不是作出投资建议 我只是跟大家说 我是会买这两只股份 OK 1910 新秀丽1910 新秀丽1910 汇丰5005 和怀柴动力23300 和华宁国电902 我都会看的 韦尔达303 这五只股份 我自己是会买的 行不行 好了 又去买广告了 去这张图了 如果大家想听我和我的兄弟 我这个兄弟Edward 如果有看我之前的财经节目 都会认识他 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前线人物 新股上市定价 出货当中的一些纪律 他是完全操控着的 还有不止做过一次这么多 十次 一百次这样 很有经验 我和他就会在1月20日有个广告 大家有兴趣的 就可以见一下我 知识有价 经验有价 两口水 报名方法那些在我个人专业都会有的 其实你也看到这幅图 我之前也跟这种视频说 如果反应好 我们一起搞谈大 师傅有师傅的计法 我全学水平是OK的 都比很多职业劲的 我自己知道的 但是我始终都无望我是金融佬的身份 希望在这个股市里可以帮大家翻身 在2024年到 时机成熟 我会跟这种视频去搞大些 找多几个师傅 我又找多几个金融兄弟 分析员 股评家 分名 上市公司主席 大家去搞一场原金会议 原学金融会议 好 这一集到这里分享到此 祝大家赢多些新的一年开开心心 网站专业连结及联络方法 将可以领取网站免费公开网货 名额有限 把握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